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加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雖然說剛剛張軍講到這個雷射 雷射武器 的確這個可能長程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今年剛好在3月份的時候 沙奧地阿拉伯他們就 頒了一個獎狀 就是說呢 沙奧地阿拉伯的這個防空部隊 他們用了中國製的 極盡獵手的激光炮 就是這個雷射炮 然後呢 消滅了13架胡塞武裝的無人機 而且據說這個無人機 被這個激光炮打到 是變成碎片的 然後還特別頒了一個獎狀 其實從這邊我們也來看 中國的軍工業的崛起 美國霸主美國第一 中國第二 但中國迎頭趕上 而且特別是在中東地區 有很多的報導都在討論 中國對中東軍火的影響力 接下來要超越美國了 中國在不只在中東 在全世界 它賣的武器的CP值真的比較高 CP值不說它的品質是頂級的 它最好 那倒是未必 但是就是它的價錢 跟它的功能這比 基本上很多國家怎麼算 都覺得中國的武器最划算 我剛剛說那激光炮 據說它可以打掉無人機 或者是那個飛彈 而且一發只要一美一塊錢 有這個消息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是不是一塊錢 我是存疑 因為不太可能 我是覺得不可能 但是相對來 當然是比當什麼 真正的炮彈飛彈 幾百萬美元 那比很多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中國為什麼能夠做到CP值 這麼好的一個條件 不像美國賣給台灣 你看 算將軍對著抱怨 又貴對不對 雖然好不好不錯 可是已經超過那個價值很遠 CP值怎麼看都不對 那中國是因為有一個很強的 世界工廠的製造業的基礎 在那一邊 所以它不管什麼 零組件的生產 供應系統 供應鏈 製造技術 工程人員的培養等等 它的數量很龐大 因為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因為這個世界工廠的存在 再加上中國的教育體制 所產生的 全世界擁有工程學位教育的人員 哪裡人數最多 中國 比美國至少多三倍 這是美國必須面對的問題 對 教育的問題 對 因為它的工學院 理工學院 雖然不是說全世界頂尖的 理工學院都是它 因為現在大陸上的頂尖的 理工學院 第一名是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現在大概已經排名 到前十名了 好吧第一名還是麻省理工學院 可是問題我人比例多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因為你麻省理工學院的人 教養出來的工程師 還沒有整個中國培養的 那一流工程師 什麼哈爾濱工業大學 我們孫立行就哈爾濱工業大學 畢業了 還有什麼西安理工學院 什麼西北理工 交流工大學 一大堆 那它這些人裡面集中在什麼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 航空工業集團 電子科技集團 這不是問題 就舉個例子 最近剛剛說什麼 下水去測試 這個福建建的總製造師 今年才45歲 好年輕喔 對啊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說 它這個總製造師45歲 它旁邊的工程師 平均在三十幾歲耶 都是剛剛拿到碩士博士學位 它還可以用他們的口號來講 還可以為祖國貢獻50年耶 所以它去產生 這樣的一個工業集團 要技術人員有技術人員 因為這種行業 不需要太多那個什麼作業員 第二個它要設備有設備 因為它自己很多設備 可以自己製造 所以它能夠把它的成本 壓在一定的程度裡面 那你對中東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國家也好 我跟你美國買武器 你這端個架子 這個開個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條件 還要我求爺爺告奶奶 你什麼雷神公司 破音公司 什麼洛斯洛普 才願意經過什麼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防部 老天爺 有這麼複雜嗎 但是跟中國打交道很簡單 大概王毅點個頭就有了 對不對 這不很簡單嗎 對不對 速度又快 而且交貨期又短 阿拉伯國家早期就是那種駱駝隊友起家的 他做生意是一把兆的 他怎麼不曉得你美國在搞什麼花樣 那中國不會跟你搞花樣 他也不會管你什麼 也不會去指責你什麼MBS幹什麼事 也不會去指責你阿拉伯國家是什麼 是什麼專制獨裁對不對 人權問題 對人權 完全不管 他不干涉別國內政嘛 所以賣這個武器相對的簡單 所以為什麼中國賣的武器量 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金額節節上升 現在排到第七了嘛 還輸給英國的備誘系統 我讀得很快就趕過備誘系統了 第二個 更重要的 中國賣的武器 它的數量不只金額大 它的數量越來越大 以前大概只賣什麼步槍什麼東西 現在不是啊 開始賣戰機啦 賣船啦 所以它的這個 這個數量跟品質都要大幅提升 再來呢 在全世界的市場跟訂單 也不只中東啊 一直在擴散啊 很多國家一直在想 想說買它的東西啦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個軍武市場以後 如果不意外的話 它現在已經擊入前十名了吧 其實它前五名是一個 很正常的發展 等一下我們從看這2020的 全球軍工產業的排行榜 前十名當中 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排到了 七八九了 而且這是兩年前 這幾年新的報告 可能會再重新洗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其實它不只是賣 它自己所研發的 軍艦也好啦 防空系統也好 更厲害的是 其實美國最怕的是什麼 美國最怕的是 沙烏地阿拉伯的確 他們就是美國的軍售大戶 但是美國就像剛剛委員講的 你就條件一大堆很囉嗦 你還要給我設立一個 飛彈技術管理協定 很抱歉 美國就沒有辦法賣給 沙烏地阿拉伯飛彈科技了 那很抱歉 就剛剛講的 中國大陸一個點頭 飛彈技術就進去了 所以其實對美國來怕的是 沙烏地阿拉伯的彈道飛彈的技術 這幾年逐漸提升 背後幫忙的就是中國大陸 沒錯 當初很多年以前賣一批東風飛彈給沙烏地 解決了一次沙烏地自己的危機了 第二個這個軍火市場 我看觀察很有意思 剛剛蔡委員講的CP值 今天就好像我們女孩子去買皮包 有精品店 幾十萬一個的 也有百貨公司的 也有五分譜的 對不對 這個產品 你要曉得軍武科技美國是發展多少年了 所以它就等於賣LV一樣了 賣很貴 還要管制 什麼什麼什麼 一大堆 不能轉售 很多條件你都不知道 這樣比喻真的很好 就很像你要買艾瑪士 我有很多條件 你要慢慢升級 對啊 軍武也是一樣就對了 女生就懂了嘛 他賣精品 那現在問題很多國家不是財力很雄厚 或者跟美國交情很好 拿不到LV的 美國賣武器有分三六九等的 英國說我bodybody 每次打仗都參加了 我會先賣給他 對不對 然後沙烏地好像排名第四等 還不是到低級等 那今天 以色列也是美國的盟友 美國能不能賣導彈給阿拉伯 這兩個國家是有敵對的關係的 所以那中國譬如說 美國最好的史神號這個 空中偵察的那個無人飛機 它可以飛二十多個小時 對不對 它貴 中國大陸說我只能飛十八個小時 但價錢比你便宜一半 那了不起多買一下 對不對 所以還有你像美國很多那個 像無人遙控的 它不是在你沙烏地訓練人在遙控 是美國在它國家裡面 以前在我記得 以前遙控最有名是Tampus 那個基地裡面 美國的飛行員在那裡飛 拿到的情報不是第一手給你 它分析完了 覺得你需要或它可以給你給你 因為我們台灣那個新宿長城雷達也是一樣 收來的東西自己不能用 先送到美國 所以你去講說我花這麼大錢 買這個東西 我用起來是這麼受到限制 那我不買次等的嗎 所以中國大陸的飛機你看巴基斯坦 這個中南半島的國家 沙烏地 有比沒有好吧 雖然你不能跟一流的比 但是也差不多了 再過幾年呢 對不對 我們知道中國的噴射機 短板就是那個發動機的推力 從蘇聯俄羅斯給它的技術 但是還打不到美國的這個所謂 沖壓引進的這個發動機的推力 那再過幾年就突破了 所以這個軍火事實上 還有一個叫政治勢力 很多是在國家的政治勢力 外交勢力壓迫之下 你想台灣就是這樣子 我不能想別人買 對不對 那有的國家是可以自由選擇 沙烏地就是這個樣子 你F35B不賣我 我買這個 一樣對不對 那新年差一點 差一點我可以用 對不對 差不了多少 所以這個東西 軍火市場 從美國獨霸的地位 現在有競爭者 吃麵 喜歡吃水餃 總覺得少一味的 來 這一罐是什麼 海皇XO干貝醬 直接來這個QR CODE 快點夠QR CODE 來幫我掃一下 快點夠QR CODE裡面 有很多中天嚴選的商品 喜歡的好朋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